软木塞如果掉进了瓶子里面 该怎么拿出来呢 网络上出现这样的一段影片 把塑胶带塞进了这样的瓶子当中吹气 最后往外一拉 想不到软木塞就出来了 这是真的吗 我们帮您请教了物理老师来做实验 原来是因为足力变小了 让软木塞能够轻轻松松的被拿出来 软木塞掉进了酒瓶内 这下子怎么办 网络上要大家来挑战 这位仁兄用塑胶带让您开眼界 把塑胶带卷成了一团 顺着瓶口塞进去 然后酒瓶倒转 让软木塞掉下来接近瓶口的地方 接着对着塑胶带吹气 最后 软木塞轻轻松松拿出来 这位仁兄好得意 真的假的 记者请物理老师 必须找网络的方式亲自实验 他到时候爆伸就出来 果然顺利取出了软木塞 而其中的原理只是因为软木塞的阻力变小了 从里面出来的话是从宽 然后慢慢变窄出来 所以它会顺着这个道出来 但是我们当每次要压下去的时候 它是一开始就是最紧的部分 物理老师说民众如果不小心有东西掉到瓶内 其实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广泛运用 终于新闻传闻上意高雄报导